今天我們要來為各位展示的是一款我們新型的S2R防水的一個插頭 那它這顆插頭呢它的特點是模仿鯊魚的一個結構去做一個設計 那我們今天我們在做防水測試的時候 我們採取的一個方式是我們在水溶液裡面 在這個水溶液裡面我們去添加的醋酸 添加的醋酸 那為什麼要添加醋酸呢 因為在台灣它是一個潮濕的環境 那在這個環境底下呢如果我們去做一個濕度測試的時候 可能它不是那麼準確 所以我們採取的這種東西就是這個PH氏值 來對它做一個是否沾到一個容易的測試 那這個氏值呢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般的我們以前在學化學的時候 我們有學到這種氏值 它能夠反映出醋酸鹼石 那我現在取兩張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們去沾了水跟你是去沾了醋酸的時候的差別 好現在這個是沾了醋酸的 沾了醋酸的 好這個是沾了水的 OK好這個是沾了水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兩者的顏色差異 兩者的顏色差異是不一樣的 沾了醋酸它大約是PH5的弱酸性 沾了水的它大約是借在6跟7中間的這個中性的一個微酸性的一個水質 好 那 現在我們要來把這個氏子裝到我們的接頭裡面去 好 那首先我們先拿一張氏子 我們裝在這個參考組 卡龍頭裡面 好 然後把它裝起來 把它裝起來 把它裝起來 好 然後現在我們要是裝在裡面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 把它選起來 好 OK 然後 然後 再取一張氏子 把它選起來 好 這樣子 這樣一個結構 把水裝在裡面 不是 把這個氏子裝在裡面 不好意思 好 這樣子 把它選起來 好 可能因為氏子剛好卡到前面 所以 不是那會順暢嗎 推出來 再重新做一次 好 OK 然後我們把它配插起來 就像我們平常在這邊的狀況 好 好 那這一組是加上一個保鮮膜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是我們經常在戶外流動演出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 常態性的一個作為 好 對接觸 而且如果它是暴露 我們會去套上一層保鮮膜 把它裹覆起來 好 把它裹覆起來 好 一樣 這個一般的對照組的卡龍頭一樣 我們把包上的食指 然後 裝上插頭 裝上插桿 然後把它旋緊 好 對 另外 稍微抽一下 OK 另外一段我們也比上翻禮 好 試紙 那為什麼會想到用柿子這個方式 因為 我們所知道的卡龍頭 它的母頭 母頭 它是一個按鍵形式 那這個按鍵形式呢 它 會 因為它那邊有開口 而產生所謂的滲水的狀況 所以 我們必須要去對裡面的場點 是否進水 這一點我們要做一個特別的確認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要的實驗對照 我們這一組 防水的S6R接頭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地方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新型的一個 就是線軟緊固件 然後 也要套上 飾紙 然後 這個 線軟緊固件 然後對著它把它裝進去 看一下 它裡面還是有一個塗點 把它裝進去 把它裝起來 好 那這三個全部把它配起來 我們現在準備好 製備好 三套 一般的卡龍頭 帶保鮮膜的卡龍頭 然後還有 這個卡龍頭 新的 防水的卡龍頭 讓我們把它放進去水槽裡面 然後同時開啟我們的 激屬器 那現在這個水槽裡面的深度有多少呢 我們現在有一支尺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它現在它這個深度大約 控制在 六公分左右 六公分左右 在這邊大概在六公分左右 那我們靜的時間總共我們要設定是五分鐘 那它在模擬什麼 模擬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可能你在 戶外 然後你的有一個小水坑 小挖地 那你的卡龍頭剛好在上面 然後它產生一個積水的存款 那在這個空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這顆星形的SR接頭 它有什麼特點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圖桌 好 那這顆星形的SR接頭呢 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去參考一個生物 它就是鯊魚 那你可以看到這整顆接頭上面 其實它有鯊魚的影子存在 母頭 這個突出的起點 我們去模仿了鯊魚 讓它是平滑的一個狀況 整個接頭它本身相當的平滑 那為什麼需要平滑呢 因為我們在戶外演出的時候 經常遇到的是 勾 或是 很容易就勾到的東西 那 如果你這個地方它不是那麼平滑 你不是那麼平滑的時候 你很容易在這邊就產生一個 勾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邊呢 也很容易被勾到 我們可以看一下早期的卡龍頭 早期的卡龍頭 這個地方特別容易被勾 所以導致很多人這個地方 整片被勾掉的一個狀況 好 那所以我們把它做的平滑 那在其他的部位呢 為了讓你持握是順暢的 所以我們去模仿了它的這個下棋 然後把它做的平滑 把它做的平滑 讓它阻尼降到最小 然後這邊也不會被勾到 好 這個下棋的部分我也去模仿了它 那 在裡面這個結構 我們為了要起到一個防水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按鍵它是可以這樣子 當它甚至把它的本體 退下來的時候 它把它本體退下來的時候 這個本體我們現在已經拿出來了 把這個本體退下來的時候 它一樣還是可以按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這樣還是可以按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把彈簧做在裡面 然後這個部位它是一個全封閉式的結構 它這邊不會滲水 它這邊是不會滲水的 好 那在整個人體工學的持握上面呢 我們也去 針對它去做了一定的模仿跟一個改變 好 我們現在還有兩分鐘 我們在持握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持握的時候需要一個後 向後握住的力量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卡通頭上面做一個下凹 然後呢 讓它能夠非常符合人體工學 你在拔的時候 你就這樣拔得出來 好 配插的時候也一樣 公頭 公頭你就只要持握住這樣子 非常符合你的人體工學 母頭按住 你就可以往外拉出來 好 母頭 按住你就可以往外拉出來 好 那在這個尾套的部分呢 我們也去模仿了鯊魚 它上灰下白的一個結構 好 那我們把它做成一個雙色 讓它非常的一個鮮豔 好 那我們時間還剩下一分多鐘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實驗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實驗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實驗箱 好 倒數還有 五十 五秒 好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實驗箱 所有的接頭現在都沉在水裡面的 所有接頭現在都沉在水裡面 一次排開 沉默深度是相同的 好我們剩下十秒鐘 好 時間到 那我們現在我們把這三顆接頭拿出來 哇 產生一件事情 我們保鮮膜 可能會 就是 包裹不當 鬆掉 鬆掉 這是在現場也是本人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把這三組都拿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一個東西先到裡面去 這時候我們的抹布 不進來的 好 然後我們先把我們的這些檯面清理一下 然後先抹到旁邊 好 然後先從牆上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對我們接頭做一個 沖刷 磨擬一下被雨淋的狀況 被雨淋的狀況 好 好 現在我們 淋過了 也進過了 之後我們讓它 到檯面上來 對它做一個 洗水 抽乾的一個動作 現在我們先打開我們的第一組 第一組的一個卡龍頭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 好 還有一點點水 換個面 再做一下清理 好 這時候我們把它打開 一打開 一打開之後 你看我手上馬上噴到的水 就馬上噴到的水 那 看來進水的狀況蠻嚴重的 整張面紙一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面紙整個是濕掉的一個狀況 面紙是濕掉的狀況 然後 開始有黃色 代表的是裡面的柿子 應該也是濕的 我們先對它 做一個清理 然後把這個槍給 吹一下 把裡面的水去把它吹掉 好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準備一張面紙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狀況 我們現在先把母頭打開 哇塞 各位有沒有看到 整個都滴水了 整個都滴水了 所以這顆母頭 可以看 可以預想得到它裡面的狀況非常的糟了 好 來 各位你看一下柿子 剛剛在 它的柿子 的狀況 不好意思 它柿子的狀況呢 呃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部分 這個柿子應該是剛剛沖水 再加上它沉水的狀況都有的 它的顏色大約是 直接在5跟6中間 好 所以這個地方進水 我們就不用說了 好 再來我們拆開它的公頭 拆開它的公頭 拆開它的公頭 好 公頭的柿子 我們看一下 公頭倒是還好 母頭進水的狀況特別嚴重 公頭這個柿子似乎是蠻有變化的 好 這是第一組的對照組 第二組的對照組 現在我們拿上來 一樣對它做一個洗水 好 處理的一個過程 前面有點失了 我們換一下 對它做洗水 好 接著 我們把它打開 好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的 這上面 水的狀況很嚴重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呢 我們一樣拿一張面子 一吸 好 非常明顯 水非常的多 好 好 那 接著 我們把它打開 再來一張面子 打開 整個是光面的 還在滴水 好 打出來 可以看到整張的面金紙 面金紙上面整個都是水痕 好 然後 這個 看得到嗎 這整個是濕的 濕的 那它的顏色呢 也是藉在 五跟六中間 代表的是它 同時是剛剛有滲水 然後又加上淋水的一個雙重狀況 好 那我們現在把公頭把它打開 公頭呢 這個公頭它狀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喔 柿子也是整個濕掉 好 柿子是整個濕掉的一個狀況 好 這是第二組對照的組 好 現在換到我們今天最後一組 也就是我們最關鍵的一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對它做 吸水 對它做吸水 好 吸完水之後呢 我們再用 面紙再一次做好清潔的動作 做好清潔的動作 好 OK 那這一組呢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我們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得到 好 在這個表面的地方 它還是會有進水的狀況 略為進水 但是這個進水的狀況呢 會因為你的這一個 裡面 公頭裡面呢 不好意思 公頭裡面呢 它有一個小墊圈 這小墊圈可以把 這一個進水的狀況 阻擋在這個面上 它在配插的時候 它就阻擋在這個面上 好 那接著呢 我們把 我們的 接頭 把它打開 我們把我們接頭打開 好 好 然後 如果它有進水的話 它院上會被阻擋在這個位置上 好 把它充出來 好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這張紙 好 除了剛剛我前紙 可能有去沾到其他部位之外 它整張是乾的 非常的乾 非常的乾 它沒有進到任何的水質 我們特別對焦 tag一下 好 它整張是乾的 它沒有進水 好 好 那你看這個接頭上面 它沒有任何的水痕 它沒有任何的水痕 好 我們現在把光頭打開 好 一樣 我們來找一下我們的柿子 哈囉 你看 這張柿子它也是乾的 所以代表的是 這整顆鏡頭它沒有進水 它是一顆可以讓你在戶外 安心使用的一顆鯊魚接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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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